4月24日,有韩国媒体报道 韩国男团BTS成员朴志明 因为拖欠韩国国民健康保险费用 而致使名下一处房产遭扣押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大量韩国网友关注 并且,因为朴志明有钱全额买房 而无钱交国民健康保险费 以示引发了争议 根据该韩国媒体报道 今年1月25日,BTS成员朴志明 名下一处房产遭国民健康保险公司扣押 而且,在扣押期间 保险公司还曾经四次 向朴志明下发扣押通知 而直至三个月后的4月22日 朴志明才偿还了他拖欠的保费 消除了扣押机会 而对于这种现象 大量韩国网友也直接提出了批评 认为他们已经开始不理性思考 忘记缴费可以 但是连续四次下发扣押通知 难道朴志明真的不知道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作为一名赚钱远超普通人的公众人物 朴志明连岸义务缴纳韩国国民健康保险一事都无法做到 这无疑让许多韩国民众感到失望 不禁让他们怀疑 天天口中说着爱的这群偶像 嘴里话到底有几分真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